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二审 上星期四宣判将一审判决的七年徒刑改为五年 新华社随后发布消息说 鉴于高瑜患有严重疾病 依法决定对高瑜占与监外执行 而上个星期五 广州天河区法院对维权人士郭飞雄做出宣判 在原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外 增加了巡逊滋事罪 判处监禁六年 一个减刑一个重判 中共司法当局在向世界发出什么信号 时事大家谈 首先就这个热点话题进行点评 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 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 另一位是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 我们欢迎两位 首先请问何平先生 何先生我看到你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 说高瑜减刑七年 从七年减到五年 实际上等于被人捅七刀 还是捅五刀 它的区别就是如此 请你解释一下你的这一观点 高瑜的案件 我们应该是中国人 或者是世界人了解 这个中国的一个司法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例 所以高瑜所涉嫌的 这个犯罪的这个形容为 政治或者是对社会的危害 我可能是很少 可能可以说是很少有一个 这样一个案件 大家都比较清楚 所以几乎按照正常的这个法律思维的人 了解基本上的法律的这个运作的人 都知道高瑜这个所谓的罪行 完全是不存在的 无论是在财政的过程 就算法律的司法的过程 没有物理的证据 正高瑜那边 那么高瑜这个 所涉嫌的这个犯罪行为 和我们的这个民进约刊 有这个关系 但是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 居约呢 没有来向我们提出财政 现在财政是很淫逸的 然后相反 我们反而举动的 向这个中国的这个北京法院 提出了这个证词 两次提出了证词 但是中国法院的理由说 你这个法院的证词呢 没有经过 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公证 但是问题是 我们把这个证词 送到这个领事馆的时候 领事馆他也不看具体内容 他居然就提出来不公证 在前日前世间 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 一个公证机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公证机构的这个职责 不是在于这个内容 是什么内容 而在于这个公证的人 需要公证的人 他就是他本人写的这个证词 这样一个不涉及到 任何具体内容的 一个这么一个公证 支援中国的这个领管不公证 然后中国的法院 又以你呢 这个领管不公证为理由 又认为你的证词不能采纳 你说前世间 有这样方唐的政府 有这么荒谬的这个司法机关 带一个重要证据的一个认定吗 对吧 所以很血缘 中国的法院他不需要这么一个证据 他根本不需要 他就是要捏造这么一个罪名 带在这个高屋身上 所以从这个基本上的这个 这个政治过程中间 即使是按照中国的司法审理 这都是非法的 这个案件都是不成立的 那何况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邪命的这个机密文件 完全没有跟国际民生 没有关系 跟国家安全没有关系 不会伤害到中国的任何人 反而是中共的一个 宣传政策文件 所以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案件 完全是一个理论自由的 一个剖合理论自由 一个记者的一个经典的案件 好的 所以高瑜这个案件 他不是一个五年和四年的问题 三年和两年的问题 他根本是一个无在的问题 是应该得到社会尊重 应该得到政府尊重的一个记者 所以给他判任何刑期 哪怕是一天都是无耻的 哪怕是一天都是不能接受的 胡客还是五年 好的 张立凡先生 那么高瑜在从七年的刑期 减为五年的同时 新华社的报道说 鉴于他患有严重的疾病 同时有认罪毁罪的表现 所以暂时允许他 兼外执行 那么我看到有报道说 这是双方就是 中国的司法当局 和高瑜本人 各退一步的结果 甚至有人用双赢 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结果 您怎么看 谈不上什么双赢嘛 本来这个中国的司法 就比较变态 所以刚才和平先生 也从法理上分析了这个问题 现在实际上是 中国的法院 从法理上讲不通 因为律师 包括高瑜本人不认罪 律师也做的是 无罪变图 最后出来一个结果 是有罪然后减刑 这个可能一个呢 是迫于这个舆论的压力 一个呢 从法理上来讲 确实讲不过去 但是呢 从政治的角度呢 又不能不判 中共历来都是官不毁判 就是我判了 总之 我说你有罪 你就是有罪 那么你没有重罪 你还有轻罪 总之我要判你 当然了 这个中间呢 肯定也算是有勾兑 就是这个 这个黑不敌 白不敌 反正到底这件事啊 什么是国家机密 现在也不说了 那么 其实你 我觉得这个事上来看 这是从这个 这个习主席 访问美国回去后 发生的事 所以我想可能 这个 这个还是美国有面子 或者是这个 这种国际上的抗议 有一定的效果 就是迫于这种形式 但是呢 其实还有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注意到 有这样一则报道 就是说 美国的一家智库的 研究报告说 说习奥会的时候 这个习主席向奥巴马表示 他需要两年的稳定期 以便实现对新冲队的全面控制 以及为高级权力重组赢得时间 那么这个意思被理解 就是两年内不能赶上 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两天以后 这个我们看 这个访问结束之后两天 这个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就进入了这个南海的中国人造岛礁 12海里以内水域行防 所以网友们也在讨论 说这个高于讲 说讲了个期不准 期不准也就是个意识形态上的 这么一个高层的旨意 那比起这个军事机密来 我觉得好像 高于这个 到底什么是机密 现在搞不清了 好像这个看起来 这个机密已经是降级了 连这个军国大事都可以不是机密 那么我觉得高于这点事 其实也真的算不了什么 所以这件事看起来很否则 当然还有就是谈到这个 我们看到郭飞雄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高于被轻判以后 我就在想下一个被判的可能会比较重 这果然是这样 就他们还要搞平衡 就是我在高于这放过了 但是我可能要找下一家 下一位我要重重的收拾一下 表明我们的权威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谢谢 何秉先生 对于郭飞雄这个 他的判决呢 当然在国内外反应都很强烈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 法官在宣布的当天在法庭上 又给郭飞雄增加了另外一条罪名 你认为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践踏司法的一种行为 不是郭飞雄这个案件 就是践踏中国的司法行为 中国的整个司法系统 就是践踏法律的基本上的真理 法律的基本上的这么一种法理 我们都知道从明示诉讼来讲 叫明不诉 就是官不咎 就是你如果这个老百姓 或者是任何的这个自然人 或者是其他的法人 对这个明示诉讼不追究的话 这个法律是没办法追究你的 不会是主动的法律去追究你 另外就是这个官不诉 就是法不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检察官 因为检察官是代表政府行为 是涉及了刑事案件 那么他不来对你进行这个起诉的话呢 这个法官是没办法来定你这个罪名的 那么这样一个葛飞雄的案件就是 检察官他没有提取这个罪名 然后法官给他判了这个罪名 但是这种荒谬 大家当然是觉得通过这么一个案例 显示出中国的司法的荒谬 但是其实这只是多了一个笑料而已 整个的中国司法系统 只要是政法委存在 只要是党主存在于这个法院 我们就不要对中国的司法 有任何的这个认可的这种冲动 这是没有用的 这是没办法起到一种司法最起码的社会的底线的作用 所以不是葛飞雄这个案子 只是因为葛飞雄先生这个案子引起我们的关注 引起大家的关心 所以大家感觉到荒谬 其实这种荒谬 几乎每一天每时每刻发生在中国的各个阶层的这个法庭上面 都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 中国的社会之所以变得与此的错乱 从社会价值观 从政治能力 等国际外交 一片错乱 就是因为中国缺乏最起码的 最基本上的这个法律的底线 我们都知道很多国家 在这个实行民主化的过程中间 有些国家没有这个很好的民主制度 当然有在起码的这个法律底线 但是中国是首先把你法律底线给全部破坏了 没有基本上的这个能力 没有基本上的这个底线 所以所有的这个错乱的根源 其实是在中国没有司法的底线 有了这个底线 其实其他事情 无论是年龄自由 无论是人身保护 还是政府行为的受制约 都会有相应会延伸开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讲 其实政治文明的任何一个支点 在中国只要发生 即使所有的文明都会来临 其中司法可以说在这个政治文明中间 起决定性的 关键性的 或者是基础性的作用 但是无论是从高于的案件 还是从隔回行的案件 他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对中国的司法独立 包有任何的希望 如果你对中国的司法 包有任何的希望 除非不过是你的这个中国梦 这个被扑塞而已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其实无论我们前面讲了 你的岛屿讲了 就是说一个是前判 一个是中判 似乎前面显示了某一种这个信息 其实张先生已经讲了 之所以要前判一个人 马上正判一个人 就是警告你们 你们不要对中国的司法的正硬性 抱有任何犯行 好的张林凡先生 这个话题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你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 在最近几年起诉一些 异议人士或者维权人士的 罪名之一 而且很严重的一个罪名 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或者煽动试图颠覆国家政权 那么以往呢 这些被抓捕的人士 他们为自己辩护说 我没有颠覆你国家政权 现在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有一两位维权人士 他们就说 是的 我是在颠覆你共产党 但是我不是在颠覆国家政权 那么联系到高瑜这个案件 对高瑜的这个罪名 是他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 但是我们知道高瑜如果说 而且何明先生刚才已经 这个澄清多少次了 他们获得这个中共的九号文件 并不是高瑜所提供的 如果说有人泄露了中共的一份文件的话 中国或者说中共的司法当局 能够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 来起诉一个公民吗 现在就是国家机密这个标准是怎么界定的 有一些只是属于比如说一些政策 一些内部掌握的政策 那么它是本来这个就是你就缺乏这个透明度 那么但是呢你又不断的在发指令 那么这些指令就必定会在传达的过程中 就会流传到社会上 然后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一旦他要想收拾你的时候 他一定就说这是我们的机密 你泄露了国家机密 而且呢他这个法律还规定了一条 就是把党的机密等同于这个国家机密 所以呢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就是党国不分嘛 这个这个法律本身的荒唐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你本来是一个中共党内的一个文件 是不是高于泄露的这是一个问题 那问题是你要认定他是什么 什么是机密 那么党的这个文件和国家的文件 他是放在同等的纪委 实际上这个是他的荒唐之处 所以我们现在看 这个判决他本身的 就是也体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什么是 为什么会有人提出来 我就是要颠覆你 这个其实就是王天山 或者是包括习近平先生 他们都在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的合法性从哪里来 其实还是回到你这个问题 谢谢 好的 现在我们就结束 对独立记者高于或减刑 及兼外执行 以及维权人士郭飞雄 被重判这个热点话题的讨论 等一会儿我们将讨论央视创改历史 和习近平访美失败 两个话题 短信名的败 对独立行的败